花蓮赏金业者19号上午在花蓮港内发现一只野生屏比海豚 原本以为20号已经游出港外 不过在22号仍有民众募集出现在港内 有业者表示在花蓮可说是首件案例 海巡以及县府农业处都已处理通报 并通知渔船要放慢速度 避免惊扰到他 花蓮多罗满赏金为解封首航13日 出航就有某厢金金喜县中 而19日还没出港 就在花蓮港内首次发现一只烙单的平比海豚 让业者及游客都相当惊喜 不过业者表示 金豚单独闯入人工港 有可能是身体状况不好 或因追逐食物而迷航 因为我在这边赏金20多年了 没有看过有海豚跑进来 第一次看到有海豚跑进来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台风 跑进来还是因为他的跟族群分散 然后迷失方向 然后跑进来 都不太确定 如果他一直待在港内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会 会收到严重的伤害 因为这边船只来来去去 而且速度都蛮快的 然后他里面的食物 可能也没有很多他需要的食物 可能会饿肚子 所以他应该要想办法让他游出去 我们只能说在港边 录影 然后拍照 观察他的身体状况 如果说他身体真的没有办法支撑的话 可能就是要请相关单位 来协助把他送回大海 把他捕捞起来 然后送回大海 多罗满赏金总经理吕世民表示 外县市曾有误闯案例 在花莲市头一次 而由于烟花台风逼近 花莲渔船赏金船全面停航 花莲县府农业处以及海巡单位 将会持续监控 并通报航道船只放慢速度 以不经扰金屯的方式 希望评比海豚能平安回到大海 记得蒋帮燕火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